各位親愛的小寶貝 在你們的心目中 最特別的才藝是什麼呢 今天寶貝大明星特殊才藝篇 要帶你們看看 許多有趣的才藝哦 大家好 我是正典影 正典影 绰号点点 小小年纪 却是厉害的滑雪高手哦 他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 滑雪吧 因为爸爸是滑冰教练 所以可爱的点点 可以说是从小在冰上长大的孩子 他今天就要为我们来示范 雪版的几个专业的动作哦 首先就是穿装备暖身 再来这招是直线刹车 哎呀 看起来有点失误 不管没关系 我们赶快站起来 继续下一个动作 三脚追躲猫猫 看着点点左闪右闪 滑雪板在他的脚下 就好像身体的一部分 稳稳地在斜坡上滑来滑去 真是开心 这种剧情好像做梦 接下来这招叫做C turn 就是用雪板在斜坡上 做出一个C形的转弯 看着点点这么自在地玩雪板 小朋友是不是也想试试呢 如果觉得有点难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玩滑板开始哦 六岁的浩浩 是个热爱滑板的小男孩 问他为什么想要学滑板 他的回答是 因为我妈妈在一张公园看到 他叫我去学之后我就去学 这么听话的浩浩 在学习滑板一年多之后 竟然就拿到了全国冠军 想对你比大姆哥 那我们就来看看浩浩厉害的滑板技术吧 首先浩浩不断地加速 上了雪坡之后 准备表演第一个动作 跳台阶 顺利过关 接着浩浩一个回转之后 继续加速 准备表演第二招 过三明治 一样也是顺利完成 这时候浩浩慢了下来 调整一下速度 准备再度冲刺 一 二 三 二 三 一个像彩豚的完美跳跃 实在太精彩了 真不愧是全国冠军 谢谢浩浩带来帅气满分的表演 在连续两个滑板类的才艺之后 我们要暂时离开陆地 往水中前进 大家好 我是妞妞 大家好 我是巧欣 妞妞跟巧欣是一对喜欢游泳的好朋友 今天他们要一起完成三个困难的水中任务 第一个任务 水中蛟龙 两位小朋友用自由式游玩一趟就算完成任务 妞妞 巧欣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妞妞跟巧欣努力地游出标准的自由式 相信他们一定很快就能够达成任务 恭喜两人 顺利达成任务 接下来进入第二关 水中体操王 小朋友只要站上水中的主板 并摆出胜利姿势就算过关 妞妞 巧欣 你们有没有信心 这项任务考验的是 两人在水中的灵活度与水上的平衡感 两人都迅速地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最后一关 水中美人鱼 两位小朋友要挑战在水中张开眼睛 并通过水底拱门 这 感觉有点难耶 而且要在水里张开眼睛 妞妞 巧欣 你们怕不怕呢 果然是高手 看巧欣二话不说 马上潜入水底 很快地穿过水底拱门 而且眼睛是睁开的 巧欣 你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混妞妞 妞妞也是动作俐落地 穿越水底拱门 水中美人鱼 成功 妞妞跟巧欣合作完成了三项水中任务 真是不简单 接下来我们又要离开水面 向天空出发咯 大家好 我是张恩提 擅长口语表演的恩提 今天要用什么方式带我们上天空呢 播报气象 话才刚说完 恩提马上就进入表演状态 我们就来好好欣赏恩提的气象预报吧 大家好 今天来播报我们的气象报导 早上的气温22度 太阳会被挡住 下午的气温25度 会下大雷雨 请外出的观众们记得穿雨衣或戴雨伞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报导 谢谢大家 恩提是不是开朗 专业又有自信呢 上一个特殊才艺会是什么呢 这位笑容甜美的小女孩叫做芸汐 她很喜欢画画哦 那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你最喜欢的一幅画 你最喜欢这一个 你看 立体的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画 因为她很可爱 一样可爱的芸汐 今天要带来的特殊才艺是画画挑战 她要跟同样也很爱画画的领养哥哥比赛 看看谁在现实内 能画出最多让香蕉哥哥猜一种的物品哦 开始 画了一条线 我看了一条 然后画了一个方形 有一颗一颗的 我觉得画得很像 红绿灯 答对了 下一个 下一题 也是一船 船一个 帆船吗 太快了吧 帆船 下一个 下一题 这些什么 先人掌吗 好厉害 再来 一个楼梯 消防车吗 不是不是 他都没有讲话 他随手归着 盪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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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 太空梭 三个字 三个字 楼梯 城堡 这三个字 画一个人会从哪里玩 楼梯 楼梯 直接到了 我来看看答对几题 四题 不错 四题 恭喜你 四题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 第一个大大大大小 一个 一个圈圈 一个碗 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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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的东西 你画的东西 混沌汤 答对了 答对了 这一个东西 这个字 混沌 答对了 蛮传 不是 红绿灯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梯田 几个字 三个字 你画两个一样的给我看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颗一颗的 巧克力 答对了 巧克力 好 就这样 这样子 三个字吗 好 三 风 风 风筝 玉尤鱼 Yes 姐 是切到了 是假的 恭喜鱼鞋口胜 今天的宝贝大明星们 都有特殊才艺 又有自信 亲爱的小朋友 只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你就是最棒的宝贝大明星哦